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因为三次点错科技术打造出三款残刺品 让原本领先的巨大优势逐渐丧失 首先要介绍的便是滨海战斗舰 该舰艇是美国军方为了取代佩利级护卫舰 在2005年开始建造 主要用于水面舰艇交战 潜水海域反潜作战 清除水雷等等 据悉 滨海战斗舰排水量大约在2800吨左右 配备四台发动机 最高航行速度大约在45节左右 此外 该舰艇的机库内可以停放两架MH60直升机 也能停放三架RQ8B无人机 武器装备方面配备了MK110型 57毫米单管炮 MK41垂直发射系统 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退役 该舰艇的缺点也暴露出来 比如说模块化转换速度过慢 要要从扫雷舰改变为反潜舰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为致命的是 该舰艇无法拦截 反舰巡航导弹 为此也增加了被命中的风险 当然这样一款舰艇的造价却高达3.5亿美元 为此就连美国媒体都一度认为 滨海战斗舰是美军史上最为失败的一款产品 其次便是一度被美国海军吸引后望的 朱姆2特级驱逐舰 要知道该驱逐舰首舰于2013年下水 如今已拥有两艘 还有一艘正在建造中 此外 该舰艇排水量达到了14000吨左右 最高航行速度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相同 达到了30级左右 此外还能搭载反潜直升机 可惜的是 此前被外界称之为梦幻舰艇的朱姆沃尔特 却因为没有完全达到全电推进 电磁炮等装备的技术要求 最终不得不按照低配版本建造 再加上一艘朱姆2特的造价达到了40亿美元左右 更是让美军直接放弃大量建造的念头 最后便是有着全球最先进核动力航母之称的福特级航母 目前美国海军现役部队中有一艘福特级的航母 此外 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 此前有消息称 建造中的福特级航母排水量有望超过10万吨 最高航行速度可以达到30节以上 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这两艘核动力航母要搭载电磁弹射技术 莫尔特的055大区 当然还拥有075052等大型舰艇 而且在舰艇建造速度的方面 我国也处于领先地位 对此外界认为 加以十日 中国海军有望拥有与美国海军并肩前行的实力